十年前又这样一部剧 那时候我在十几岁正是喜欢看漫画和武侠小说的年纪 所以总是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等这部剧播出 《怪侠一只眉》是唐人电影国际有限公司出品的武装武侠剧 这部剧包括了武侠和探索两种元素 利用了单元剧的风格 最后巧妙地将剧情点连成清晰的线 这部剧借鉴美剧和好莱坞大片的表现形式 将时尚动感的漫画加入到剧集表现中 通过或形象或俏皮的动漫带入一些剧情 让剧情节奏更紧凑视觉效果多样 与天外飞仙的人物肖像画 射雕英雄传的油画人物不同的是 该剧剧中的漫画有情节有对话 也燃一个有头有尾有高潮的武侠漫画 人物涉及并非完全拷备出眼镜撞照 而是抓住了角色的性格以及外貌特点进行绘制而出 如果不是唐人公司拍了这部剧 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原来漫画里的人物还能走到现实中来 这部剧中动感而又劲爆的武打场面 偶尔还会有悬疑惊悚的气氛等等 令人惊奇之余也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 主题曲还是胡歌唱的 虽然没参演 但在剧中胡歌存在感十足 柴胡在剧中被叫胡歌 可惜的是这部剧播出后没能大获 《怪侠一之眉》由李伯利指导 霍建华、刘诗诗、马天宇、世新宇、肖正男、佟丽娅等主演 虽然这些演员在当时并不是大咖 但放在现在来看阵容可以成得上豪华 《怪侠一之眉》讲述的是曾经的锦衣卫第一神部 燕离歌被奸臣之首阎高所害痛失妻子 兄弟反目自己也成了朝廷侵犯 本来终日缭络混沌都日丧失了斗志 在看到百姓需要他时 他还是拾起了自己心中侠的信念 重整旗鼓换来三位江湖人士燕子神偷千面戏子 翻江大道组成侠盗联盟一之眉 共同对抗朝廷江湖上的奸邪污秽之流 捉贪官成奸逆 保忠成顾百姓的故事 做怪侠一之眉的观众不需要什么门槛 哪怕错过了几个镜头也基本不影响后期剧情的观看 但是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这部剧的满满沉吟 一之眉四人组在执行一个个任务摧毁阳谋阴谋 以及在此过程中留下的每一道伤痕中 都隐含着本剧核心想要表达的狭义二字 他有作为阳春白雪该有的内阁 也有普通观众打开剧集就能得到的愉快和酥爽的观感 并且他的酥爽是建立在剧情合理流畅的基础上 绝不会说是为了爽而爽 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我敢说在这几年的国产剧里 外侠一只梅之后再无做到这一点的江湖舞侠剧了 有网友精准概括了主角的四个人设 颓废侠客 傲娇欲解 白面书生 猛操壮汉 四人江湖气息十足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我当年最敬佩的就是颓废侠客男主角李克孝 在他还是锦衣卫的老大时就放言 要捉进天下所有的贪官 虽然之后遭遇了一系列打击陷入颓废 召集江湖侠师一同对抗反叛 面对着各位身怀绝技 互相看不上眼的侠师 李克孝作为一只梅的领导者 他用智慧使大家聚在一起 解决团队之间发生的冲突 促使大家成为彼此值得信任 值得以命相交的伙伴 这样一个心怀天下 胸有谋略的男人 对待一段感情 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我还记得剧中有这么一段 金如意为他而死多年后 他回忆起从前 想起一次回家 发现如意睡觉的朝向改变了 知道如意是装睡 肯定给自己准备了礼物 想看看自己的反应 洞察一切的他 果然在书中找到了一方 袖着梅花的手帕 我看到这一幕 眼泪化得就从眼眶涌出了 这么多年 他甚至还记得王妻睡觉的朝向 我内心又酸又涩 多少个日夜 他都是靠着一遍遍看着那方旧手帕 咀嚼那些曾经的回忆 才活了下来 当一只梅的秘密基地 被反派带冰包围时 李歌孝的师父郑东流 为了救他们 带领盖班为他们离开争取时间 在盖班和警卫交手之际 郑东流看着一只梅护送海瑞大人离开 终于放下心来 点了一只香 决意和硬无求决意死战 他虽年事已高 一颗坚定不移的正义之心 却一如往昔 在重伤后 明知自己不敌敌方之手时 用手铐把自己的手 和硬无求的手铐在一起 没料到硬无求为了脱困 砍掉了自己的手 他为了心中的正义 为了李歌孝 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流光了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 他已经穷途末路 无计可施 但一炷香已经烧光了 他说 我们这群人注定要先走一步 让世人明白 在妖魔横行的世道间 有一群人正在为着明天平民 李歌孝是他最重要的人 郑东流为此而死 我想他没有任何遗憾了 这么多年艰苦的日子里 李歌孝只有师父的没办 可是现在师父也没了 也许李歌孝就是有这种魅力 身边的亲人会为了他奋不顾身去赴死 后来三娘慢慢走进了她的人生里 还有了两个值得亲人的朋友 她也渐渐打开了自己的心 我明白了 有了三娘并不是意味着 李歌孝忘记了王妻 而是她懂得 活着的人依然要活着 还要比从前更加勇敢 更加坚强 才能守护身边的人 大结局时 李歌孝曾说过一句话 小时候的我还不懂这句话的生意 但现在重温 只觉得震撼和触动人心 她说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她来说是一种惩罚 曾经的我也是如此 我又何尝不是呢 在遭遇生命中突如其来的大挫折时 我只觉得上天不公 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惩罚 一种煎熬 但是只有懂得生命 珍惜生命 努力生活 才能争夺这种煎熬 才能让身边的人也觉得生命有意义 李歌孝解释自己的名字时说 做人应该为离别而高歌欢笑 为离别而哭 内疚 痛心 是因为在一起的时候 为了没有做好而哭 是为了自己的不懂珍惜而心痛 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 离别的时候才不会遗憾 这话是为死去的金如意说的 也是为师父郑栋梁说的 更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电视机前的我所说的 所以霍建华演了那么多帅角色 我还是最喜欢拉他的李歌孝 燕子神都燕三娘 是由刘诗诗主演的 有人最爱她龙葵 有人最爱她若曦 有人最爱她姓十四娘 可我那些年最爱她的角色 就是英姿飒爽 名利如火 诗情重义 傲娇善良的三娘啊 燕三娘其实是幸运的 她最终得到了李歌孝这份珍惜 也是因为她所付出的一切 值得李歌孝珍惜 三娘出于李歌孝时 李歌孝给了她 偷不到的白羽如来 但心性高傲的三娘 却觉得自己堂堂燕子神偷 想要什么就凭本事去偷 却在这里被施舍了 但在后来一番接触下 三娘才明白 李歌孝不是借机侮辱她 而是真的需要她的能力 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明白这一切后 心地善良的三娘 为了百姓留下来 小时候看到他们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热血沸腾 那时候还偷偷的想 将来一定要娶个这样 武功高强 又猛又帅的侠女为妻 三娘跟李歌孝出生入死好几回 在经历了无数的默切配合之后 三娘爱上了李歌孝 可她不是个直接的女子 有时候心里明白 嘴上却不肯承认 当三娘需要假扮 被顽固子递消本 强迫的女子时 作为一个女子 第一次神疲嫁仪 她也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但为了任务 她也只能妥协 虽然明知这一切是为了任务作假 可听到李歌孝当众一番真心表白 说他们二人本是两厢情愿 她怎么能不为李歌孝 怦然心动 我还记得这一段李歌孝 为了保护三娘主动清了流氓小本 嘴对嘴的那种 看真本具亲密戏一绝 当时看到 真是笑得肚子痛 三娘本出生峨眉 因幼时被生母抛弃 不愿再回峨眉 但为了救以身试药 深重剧毒的李歌孝 三娘不惜再次揭开心中伤疤 直面母亲 仿称李歌孝是自己的丈夫 甚至为了让母亲救李歌孝 甘愿留在峨眉脱离凡城 还有上天没有让三娘的付出 付诸东流 恢复健康的李歌孝 没有辜负她一片真心 她当众称三娘是自己的内人 一定要带三娘离开峨眉 危机之时还为三娘挡刀 经历了一次次的奋不顾身 一次次风雨同舟 两人的感情顺其自然 睡到渠晨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是在最后一集中 反派应用求抓走了三娘 并安装了炸弹 还是两个时辰 炸弹就要爆炸 她还和打蛋人做了一次交易 大名江山岌岌可危 在这种危急关头 应用求给了李歌孝 一个两难抉择 同一时间 不同地点 到底是救三娘 还是救国家 这是几乎所有故事 都会有的情节 选择救心上人 还是阻拦坏人 小时候看到这里 真是胆战心惊 一颗心寻在嗓子也离不上不下 因为我也不知道 现在的李歌孝 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幸运的是 李歌孝已经不是从前 那个锦衣卫指挥使了 也不再是孤身一人奋斗了 现在的她 两个都不会放弃 李歌孝选择让贺小梅和胡柴 去阻拦打蛋人 自己去救三娘 不知情的三娘 不想李歌孝为了救自己 致国家安危与不顾 可李歌孝还是出现在自己身边 应无求因此大怒 因为当年李歌孝让无意无辜牺牲 可现在却为了三娘 可以抛弃一切 李歌孝只说 只要能保护三娘 她什么都愿意做 两人在剧中的亲密没有多少 但仅仅是两人牵手拥抱的画面 多人让我觉得 像吃了一斤糖那么甜 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样子吧 忍着一身希望拥有的爱情 无非就是这样 心上人愿意不拘奸险为自己付出 甚至时时刻刻都想要第一时间 保障自己的爱慰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动 反正我是酸了 相比较而言 应无求虽无恨 但也可怜 促使她变成反败的也是爱情 只不过是单向的一厢情愿 应无求是我心中最帅反派之一 能成为锦衣卫之首 就足够证明她的能力了 应无求最初不叫应无求 她叫包来应 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包来应爱上了金如意 却不知道金如意只是把她当做哥哥 对她没有一丝男女之情 李歌笑和金如意成婚事 她在大受打击 醉酒大脑婚礼 作为补偿和安抚 李歌笑带她进了锦衣卫 三人和睦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看着三人岁月静好的画面 我忍不住盼望祈祷 要是他们一直这样下去 多好啊 那样悲剧就可以不会发生了 而诗语认为好景不长 因为李歌笑的师父郑东流 在朝堂上与权臣严松公然不合 李歌笑出言解围 因此被严松记恨 连累如意被严松关入天牢 遭致毒刑拷打 以致流产后被杀害 应无求看到如意高悬在城门上的尸首 心中对李歌笑和严松的恨意 如同火焰灼烧着她 从这以后 她假意服从严松 并不断追杀李歌笑 最终死在于格笑的手下 死前的她 仿佛从印无求又变成了包兰印 夕阳下她又看到了心爱的如意 最终得到了解脱 作为本剧的主角之一 柴胡是一只眉中的操汉担当 她担负着剧中印桥一马的大戏 身性粗犷 不爱洗澡 好打断无凭 事而冲动易怒 年少时被拐 为了生存历经艰难 拳头也越练越狠 后学习十八般武艺 成为了让奸人闻风丧胆的 反将大道 她敬重了一个笑的功夫和威人 打不过就选择跟随 这才有了后面的许多故事 这样的遭汉子 曾经也有过心爱的女子 难以置信 却是事实 关小彤扮演的名叫柴燕的女孩 找到她 自称自己是柴胡的女儿 请柴胡救回被打蛋人掳去的母亲 柴胡二话不说 挺身而出 后来知道柴燕是自己心上人 和别的男人生出的孩子 虽然心中苦闷难解 但也知道自己 不是可以让一个女子 全心全意依靠的男人 也是这时我才领悟 爱情不是只有两个人互相的喜爱 更重要的是有柴米油盐的安定生活 如果真爱一个人 怎么会忍心把心肩上的人 卷进心风血雨的江湖中呢 适时的接受和放手 才是为爱人着想 这部剧中唯一没有爱情戏的主角 就是马天宇扮演的贺小梅 剧中的贺小梅温温如雅 心思细腻 观察入微 喜好唱歌 是个十足的戏痴 白面书身的无害形象 常常用对手术于防范 善于模仿他人和异龙术 用此技巧会移之梅 或随不少情报 用精通暗器和医术 同时还担负救治受伤队友的责任 虽然偶尔会啰嗦 但很会安抚队友 开解人心 马天宇在剧中的穿着戏服 扮向十分惊艳 勾魂夺破 据说当时是导演看了他得奖轻衣 MV后特意给马天宇留的 但是剧中关于贺小梅老家的单元剧 《空山灵咒》 是我的童年阴影 是小时候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的侧面特辑 整部剧 就空山灵咒 那个单元最恐怖 最吓人 直到故事发展到最后 我才知道原来贺小梅 看到的一系列幻觉 都是因为中了毒 我觉得这毒 可比云南的野生军孤吓人多了 不得不说 特效老师是真的强 贺小梅爱财如命 但当她知道事情真相后 深感家族恩怨 连累村民担惊受怕 于是散尽家中黄金 做了一回 先父带后父 共同奔富裕的好事 她有着真正的侠义之心 顺带一提 拍摄这部剧时正好是酷暑 马天宇为了防止中暑 影响拍摄进度 每日都会以祸相振气水解暑 对此她解释道 炎热的酷暑 可能会影响到拍摄效果 做起动作来比较吃力 所以很有压力 一定要让自己时刻 都保持最佳状态 非但如此 她还自称起神医 独家秘方 搓手心 来帮助好友刘诗诗退烧 令刘诗诗感动不已 现在的演员 很少有这样经验拼命的了 虽然一只梅四位主演之后 又陆陆续续演了很多新剧 但在我心中 他们永远是那个 行侠仗义为名请命 不离不弃的 怪侠一尺梅 这部剧也永远 是我心中的经典 有人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大江湖中 行侠仗义 并不一定要会武功会易容 或者是会飞檐走壁 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现象 我觉得只要是力所能及 为他人所做贡献之事 都是行侠仗义 侠义之心不拘于形态 只要善意在心 人人都可为侠 请不吝点赞订阅